哈啰,大家好,我是喜冲 昨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视频 就是分享一男一女的新闻 就是讲衰那三种之业 加grab,还有送外卖,还有卖鱼的 那个女主角的名字叫做范银 之后我在我的YouTube 就有人告诉我 她之前也是做了很多类似视频 都是很欠答的 我是没有去看的 可是我今天我在划我面子书的时候 我划到人家翻他旧账 然后有翻他一个视频出来 那个视频我觉得是绝对踩到我的底线 绝对是过火 我觉得比他骂那个grab外卖的更加严重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图 我没有办法放整个视频出来 有版权问题 大家看到这张图应该在网上有看过这个视频吧 他在里面的内容真的是看了你都想打人 他在里面讲什么 我再重新讲一次 他就是说很多那种社会地位 社会地位底下的穷人 他们很喜欢去参加那种什么义务消防队 那种义务治安队 为什么 他们认为这些穷人 就是通过参加这些义务消防队 义务治安队 然后去救火 去消毒 然后放去Facebook 很陈英雄 很个人英雄主义 脸上有黄 就是为了这一个动机 而去参加这个义务消防队 义务治安队 就是为了这些动机 为了让自己脸上有光 为了要掩盖自己社会阶级底下的现实 所以才去参加这些义务消防队 一无自然队 这种逻辑真的是 拉他出去 我不知道要这样讲 大家继续在网上骂他 是没有错就是了 真的太过分了 讲这些话 OK 这个范银 我听说你是马华的党员 而且在马华好像最高职位 做过某一个州的兵州妇女主财政 这个职位其实不小 当然我之前说过 你不能代表马华讲话 因为现在很多马华人都不知道你是马华人 OK 你曾经是马华的人也做过一些当事 你应该知道马华里面有一个unit 有个单位叫做志工团吧 这个志工团做的工作就是你刚才讲的 就是去做义务消防队 义务治安队 志工团就做这些工作 我可以很肯定跟你讲 马华上上下下多么可耻都好 唯一值得尊重的就是这个志工团 因为这个志工团实际上没有办法 claim任何的政治credit 可是他们实实在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就是做着义务消防队 义务消毒队 义务治安队 这个是你自己的马华志工团 今天给你这样来贬低 我不说马华 我不说马华 我说所有的这个义务志工团 义务消防队 义务消毒队 还有这个义务治安队 所有的啦 不管政党不政党 他们是没有拿钱的去做义务的社会工作 今天给你讲成这样 是为了要逞英雄 为了要脸上油光 为了要掩盖自己社会阶级底下的现实 才跑去做这些东西 真的是 当然我不能再往上鼓吹暴力了 其实我是蛮想录人的 我告诉你 不是每一个人都住在大城市里面 你家着火了 也不是讲第一时间就会有消防车 可以来到你家门口 你知道有多少小地方 他们的火灾啊 还是什么叮叮咚咚的问题突发状况 都是靠这些地方上的义务团队去处理的 那个紧急时间是非常关键的 你等到那些消防车从城市过来 路程最少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屋子都烧完了 除了烧屋子还有其他情况 比如讲抓蛇 抓蛇 你等到人家大城市过来 蛇都不知道跑去哪里了 是不是 所以我告诉你 这种义务团队很多都是在这种小地方 然后小地方的人都是非常的仰赖他们的帮助 今天被你讲到一无是处 你于心何忍 以后啊 你家有什么任何问题的话 记得千万不好叫义务团队来帮你 啊 人家义务团队做的是一份社会工作 啊 被你讲到动机如此的不堪 啊 我这里我可以跟你grandy一点就是 很多参与这些义务团队的人 绝对不是你讲的动机 啊 就是想 有钱出钱有利处理 啊 没有钱的处理 就是这样罢了 那一份心意罢了 你知道吗 啊 你没有无所谓 可是你不要讲人家没有 啊 所以这种人啊 他之前骂那个grab跟外卖啊 已经是被人谴责到体无还腐了 不过我觉得那个程度还没有这个这么严重 啊 你现在这样来诋毁那些啊 自愿加入 这个 这个义务团队的人 你这样来贬低啊 真的是说不过去啊 天理不容 啊 请想想 那些没有拿一分钱的人 顶着大太阳 啊 或者是 顶着熊熊的烈火 去帮人家救火 啊 顶着 可能中病毒的风险 去帮人消毒 啊 有时候甚至要帮人抓蛇 啊 有时候还要帮人家去灭蚊 啊 没有收你一分钱 他们甚至还要贴钱 然后今天被你讲成 他们是为了要脸上有光 累了要掩盖自己啊 是熊人的事实 所以才去参与这些东西 为了要成英雄 啊 你知道有多少人做这些工作啊 其实是完全没有露脸的嘛 啊 尤其是消毒的那些整个脸盖到完 你根本都看不到谁是谁 他们还是一样做工啊 啊 啊 我还是讲回去那句话了 你是马华的 OK 你看回去你马华的志工团 马华唯一最值得尊重的单位 就是志工团 啊 你回去看一下 OK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拜拜